各位好 歡迎加入一月十八號 星期四 大愛午安新聞 我是林國昕 新聞鏡頭 先帶您看到國際間寒冷的天氣 因為極地渦旋南下 讓整個北美都陷入冰凍的世界 加拿大部分地區 氣溫是降到零下四十度 而在美國從德州邊緣 一路往東北延伸到緬英州 以及西北地區都在影響範圍裡頭 有1.4億人的生活都受到了波及 像是華府積雪有將近20公分 加拿大更出現宛如魔法般的瞬間凍結 戶外鐵鍋上打個蛋 截凍蛋液支撐起蛋殼仿佛模型 截凍的麵條也能撐起一雙筷子 雪地上拿水壺一邊澆水一邊往上繞圈 都能立馬變成螺旋冰柱 設施零下四十度低溫 加拿大宛如冰封的魔法世界 極地窝旋發威 美國也急速降溫 全美超過1.4億人受到影響 還造成人民傷亡 專家表示研究指出極地窝旋會越來越平凡 但未必更強烈 全球暖化之下世界各地包括非洲澳洲等地異常溫暖 但是美加卻創紀錄低溫 一個世界兩個極端 專家解釋原因 這是天氣 它改變了 它是屬於地窄 氣氛在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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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是一個更大的區域 所以我們不是 這不是全球溫暖 這就是天氣 帶新聞裡預防編譯 極端天氣也在歐洲發威 包含從北歐的挪威 一路到西歐好幾個國家 英國、法國、比利時、德國等等 紛紛出現了暴風雪 挪威的首都奧斯魯 不僅是機場一度關閉 火車也停駛 德國最大的法蘭克福機場 是取消了500多個航班 導致交通大打結 大雪紛飛 法國北部上法蘭西大區 公路上長長車鎮 已經兩個多小時無法動彈 我兩個兒子 它很冷 我們等待 我們在這兩、三個小時 我們在這兩、三個小時 因為我們會有更多 我還在這裏 還在這裏 還在這裏 我認為不必要在這裏 在這裏 以後會變得脾氣 大雪和洞雨癱瘓交通 從北歐、西歐到中歐部分地區 這週三都難逃風雪籠罩 挪威首都奧斯路 不僅機場一度關閉 火車站也宣布服務停擺 不過許多旅客 似乎見怪不怪 德國最大的法蘭克福機場 取消了500多個航班 慕尼黑機場也取消了250多個航班 西部地區甚至有機場整日關閉 鐵路公司也取消了好幾班長途列車 另一方面 道路結冰也引發不少事故 許多學校和幼兒園因此宣布停課 部分公司也允許員工在家上班 避免通勤風險 大愛新聞 江玉婷編譯 元旦當天日本的石川縣 能登市發生了強震 目前災區裡頭還有許多的受災居民 住在收容所 住在裡面這一定沒有家裡頭舒適 尤其吃的東西不見得會合自己的胃口 這幾天 慈濟症災團的志工 在碎水地熱食發放 今天來到第六天了 新設計出符合居民口味的料理 還有十多位的志工 尤其是女性 她們特地從東京趕到了災區 只想為受災的民眾來盡一份心力 開工之前再三確認 熱食發放第六天 志工換手第二批 十位志工從東京北上 除了大廚 放眼望去 廚房內幾乎被女力佔據 我自己有帶刀來耶 所以現在拿這一把是我自己的刀 不少人在家都是長廚的家庭主婦 這次退居二線 仍然有備而來 而且動作熟能生巧 今天是家庭主婦 所以要做這些事情 反正對我們來講 也並不是很困難的事情 最主要是我是覺得需要體力 實際就是女人當男人又 男人當超人用 但我覺得好像每次來震災 女人也是要當超人用 大家都上年紀都提東西 這個也是很重的 就是說要要小心 勞力活不輕鬆 要搬重物自己來 忙了一早上的午餐熱食 更沒自己的份 但付出機會不能錯過 連腰傷還沒好 都搶著暴民鎮災 開完到還沒有完全遷免嘛 就這樣 還是盡量不能用這樣 蹲下去還是關太陽 第一批來的人都很困 比較困難重重 我是看到這樣 想說來跟他們分擔心 付出有回饋 好評家話傳回至公而立 都是好吃 謝謝 他會學取句中國語 謝謝好吃 今天早上就有一個 問那個小野鴨子說 台灣話好吃叫什麼 他說很好吃 然後他就一直背 很好吃 邊走邊背走出去 雖然因為日本風俗民情 注重隱私 較難面對面直接關懷 但藉由一份暖心餐點 也正拉近你我距離 大愛新聞 林怡婷 余國維 六碗語 日本報導 再來看到的是 上人行腳的行程 今天上人持續在台中禁私堂 上午這段時間 跟榮董的團隊溫馨座談 主題圍繞在發好願 今天上午有志工就分享 他們退休之後 在校園裡頭 當大愛爸爸的收穫 也有志工分享說 簡樸過生活 他的衣服一穿 就是四十年的時間 希望把這個生活當中 省下的錢 用來布施 幫助有需要的人 73歲的林剛輝 自小家境貧窮 一件衣服穿了四十多年 捨不得丟掉 生活水電 漾漾節省 攬下來的每一分錢 都是要給慈濟做好事 我希望說 藉這個慈濟的大愛 能夠集合大家的力量 替這個眾生解決困難 太太是慈濟會員 十多年前往生 她延續太太的心願 也帶著孩子一同行善 給我一個這個 普照形的道道讓我走 願我今後往生 全心全力 投入志工的行列 三年前退休的陳順光 2023年 參加社區的 淨思生活營 找到人生 下半場的重心 為了做志工 能夠和大家順利溝通 她帶上了助聽器 不用大富大貴也能行善 大愛新聞 將據劉博明台中報導 做好事不能少你一人 每年歲末的時候 都有新的志工受贈 慈濟大家庭 可以說再度的添丁 接下來要看到的是 北部新受贈志工的故事 人家說這改名字 真的可以改運嗎 來看看這個實際的例子 有一位志工 他的名字叫做劉雪燕 一度他因為婚姻不順 想要改掉自己的名字 目的就是要改運 不過他聽了上人開示之後 就決定不要改名字了 而是要改變自己的心 還有自己的個性 因此現在他的命運 就跟著轉變了 小朋友入金帳道氣十足 第一排最高的男生 是慈濟志工蔡又茂的12歲兒子 邀請我家小菩薩也一起來入金帳 對我覺得是一個難得的因緣 可以祖孫三代一起入金帳這樣子 蔡又茂的父親是資深志工蔡明洪 擔任髮船的船頭 全家都是慈濟人 爸媽媽做一個好的模範給我看 那現在輪到我也要做一個好的模子給兒子看 祖孫三代以愛傳承 以法傳家和樂融融 不只在家庭 職場上也有人品典範 他真的是一個上人說的這個盜氣的一個展現 那慢慢的你就會受他的影響 那有一天我就跟他提說 想了解更了解慈濟 他就幫我報了這個培訓 除了目前接觸佛法之後 他還想說接住人群 跟就是入人群以後 希望能做些什麼事情 也因為如此 許多勤務都看得到張志偉的身影 走一步 進一步 越走越進步 希望這慈濟的音樂 會因為受贈而在持續的展開 演藝隊伍當中 組織拐贈的劉雪燕特別引人注目 17歲因為車禍失去左腿 離婚後與兩個孩子相依為命 一度怨嘆命運 人家都說 你婚姻不好啊 那就是你的名字不好 說要改 上人說 我們自己的名字是 我們是大人好人的 所以不用去改我們的本名 行善助人走進菩薩道 沒有改名 卻已經改變自己的命運 我會做上人的弟子 上人怎麼說我就怎麼做 我會努力 大愛新聞 真善美志工 吳真香 陳和嬌 林峰龍 台北報導 下段新聞還要帶您看到 今天是農曆的12月初八 俗稱的辣巴 也是佛陀的誤道日 花蓮慈激醫院的常駐志工 嚴建熙 他帶著辣巴粥 分享祝福到榮民之家 還有育幼院等地方 休息一下 歡迎在三分鐘之後 再回到新聞現場 我的阿嬤 有一輛小車 每天早上不到六點 就開往不同的家 就開往不同的家 阿嬤 耶 一樓的環境整潔 雖然他們只是拖地 打掃 看起來十分簡單 卻讓人任何時候走進來 都感覺到舒服 乾淨 作福田比較有功德一下啦 回想讓家裡的人健康啦 平安啦 小孩大小 大家平安啦 這件簡單的事 阿嬤十幾年來 都始終如一 她的自律讓我欽佩 當初她搬來桃園 就是為了照顧剛出生的我 後來我上學了 媽媽鼓勵她出來做志工 於是 阿嬤從小家 開始照顧大家 阿嬤做完福田志工 就開著小車去買菜 然後回家料理我們的早餐 不管是大家 或是小家 她一直都照顧得好好的 除此之外 阿嬤還有第三個家 就是福氣環保站 福氣環保站 環保站以前在敬司堂的戶外停車場 幾年前驚人抗議 不得已搬到半山上 雖然這讓環保之工 出路變得很辛苦 但為了地球這個家 他們不辭勞苦為大家積福 我是王潮城 她是我的阿嬤 她是我的阿嬤 王王寶珠 今年81歲 雖然她說自己沒做什麼 但是一輩子 用心照顧每個家 就不是一件很簡單的事 你說對嗎 感謝您繼續回到新聞現場 接下來看到的是 善人行腳今天一樣在台中敬司堂 有環保志工 他們是帶著歡喜心來獻保 拿出回收物的藝術品 而且環保這條路上 女性可不輸男性 他們同樣是勇於承擔 像是台中的林淑芳 還有王許秀琴兩位女性志工 她們開環保貨車的技術 非常的純熟 認真付出的精神 真的是令人豎起了大拇指 常用的文具常尾夹被丟在環保站 志工改造搭配廢棄布料 讓人驚艷 這個鑽石也都是回收來的 鑰匙圈也都是回收來的 兩個一樣大 那你要怎麼套 就是要收小自己 這樣子才能完成 一個這麼美麗的東西 環保彩繪花燈 同樣在線回收物的生命力 溫馨座談志工歡喜分享 有六個孫子的超級阿嬤 王許秀琴開貨車技術一把照 70歲搬動回收物俐落靈活 跟先生王水田同行菩薩道 要超過25年 作為當中 怎麼只做物來 所以從古早跟這裏 都是一樣 搶孫 做款式 做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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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年報名培訓的林淑芳開計程車7年多 放假時間改握環保車的方向盤 耕耘福田 人生方向越來越清晰 我開計程車 所以我就很努力地去分享我的客人 讓我讓他們感受到我在慈濟 所看到的 所做到的事 勇於創造生命的價值 印證勢在人為 唱慈濟歌 做慈濟事 共譜愛護地球的旋律 人生的價值 不管讓時間空空過 如果我們可以做讓人開心 教讓人會好做 讓人感覺說有生就有感 這樣 這就是利用時間 發揮人生的價值 所以俗佛經常說 既做既律 自己做 自己有得到 同樣在台中金司堂 裡頭特別佈置了古早味的市集 吃的玩的還有用的 通通都有 希望慕心慕愛回饋佛陀的故鄉 熱騰騰的杏仁茶搭配油條 昂骨粿 蘿蔔糕 旁邊還有製作中的糖葫蘆 這樣的場景讓人思緒一秒穿越 回到數十年前的古早味 大家都能夠 透過這樣的市集 跟一些小時候的記憶 然後一起來小前行大愛 台中金司堂布置充滿懷舊氣氛 吃的玩的都有特別含義 台語疊字戳戳樂 要全部都念對並不容易 現在的小朋友 即使是比較大一點的年輕人 也不太會講台語 然後我就想說這個同樣來結合 讓他們會去說一些台語 會說了台語才可以戳 不忘本 眾傳承 更要瞭解此季一路走來 必入藍綠 尤其草創時期的愛心 就是來自市場的五毛錢 五毛錢可以救人這個竹筒歲月 然後慢慢慢慢的 我們小錢行大善 一直到我們上人所謂的滴水成河 利米成爐 而造就今天的慈祭處罪 穆一芬愛心 從銅板開始點滴匯聚 祭善造福 大愛新聞李亞平 林欣宏 歐陽光輝 台中報導 佛教的志工跟天主教的兄女 怎麼會在一起呢 其實這個行動就好像報家音一樣 今天是農曆的12月出發 俗稱的喇叭 相傳這天是佛陀的成道日 就在2500多年前佛陀苦修 沒有想到有一天體力昏倒 但是有一位牧羊女看到了 就供養了粥 佛陀吃了之後體力才慢慢的恢復 就在同一天的夜裡佛陀就悟到了 因此有許多的佛教徒 在這天都會煮辣叭粥 禁絲禁絲的法師 今天在清晨的時候就煮了辣叭粥 之後透過花蓮慈濟醫院的 常住志工嚴敬熙等人 把這份祝福分送到了花蓮的 榮民之家還有育幼院等地方 求你在嗎 我是慈濟嚴師姐 送辣叭粥過來 一大清早就把暖呼呼的田舟 分享到老朋友手中 這份跨宗教的情誼 延續25年從不見斷 我們不分宗教 不分國籍 不分種族嘛 所以既然在我們的走林右舍 就像一家人 我們一定來跟他分享 獲得成道的喜悅 感謝我們就有那個八種的吉祥 給我們帶來的喜悅 我們會更見 我們再過去 好 那我們就停這裡就好 1 2 3 來 好 農曆12月初八是佛陀成道日 金社師傅準備三千人份的蠟八粥 無論是育幼院或是老人之家 志工走進社區獻上關懷 大人小孩都很開心 因為每年慈禧都固定過來 當天我們可能再熱過 然後就當他們的點心之外可以吃 很感謝 感謝慈禧的幫忙 謝謝 多吃一點 多種食材烹調而成的 蠟八粥營養滿點 富含膳食纖維 而且完全不用糖調味 少了熱量 更多了健康 花蓮慈禁醫療團隊和病人 以及家屬結緣 藉著這個蠟八粥 這個精神 還有這些物質的能量 來幫助每個人 讓每個人真的都能夠 慈悲地他 心生歡喜 這個蓋護膚 很好吃 我吃嘴很滿意 很高興 慈悲的蠟八粥 包含著佛陀成道的故事和喜悅 希望大家在冷冷的冬天 吃在嘴裡暖進心裡 大愛新聞 黃瑞娟 劉洪志 花蓮報導 品嘗到蠟八粥 真的是也品嘗到了幸福的滋味 再看到的是愛的觸角 以延伸到高雄岡山的榮民之家 去年九月份的時候 慈悲跟退府會簽訂了合作備忘錄 當時就建立榮民還有榮眷的關懷機制 就在昨天 雙方在高雄展開了第一場 南部的交流會 而且在不久之後 慈悲人醫會也會有機會 跟榮總體系來進行醫療合作 回首新冠疫情 病毒肆虐曾讓鋼山榮民之家措手不及 防疫物資短缺消息一傳出 慈悲志工救生元首 他是疫區很嚴重的疫區 那我沒有多想 我想說藍天白眼穿的 好像就是一種恍惚衣 鄭師兄就跟我聯絡 那時候就趕快到了榮家 然後就這樣子 我們的好姻緣就這樣遷起了 不只岡山榮家 篩檢屋也送到了高雄榮總 當時的溫情資源 串起高雄志工與退府會合作契機 17號台南高雄屏東的志工窗口齊聚一堂交流 慈悲是運用民間的資源 那輔導會是工部門的資源 其實都是照顧弱勢 慈悲裡面有一個很重要的關懷 運用彼此之間來做彌補 是好姻緣 所有退府會的長官釋出很多很多歡迎我們 而且是我們平常很需要的 不只照顧弱勢 高雄榮民總醫院也期待與仁醫會合作 可能有仁醫會這樣的團隊 我們是不是有機會可以跟他們合作 那將來高雄總統在這方面的話 可以善盡我們醫學中心的責任 凝聚共識 讓愛聯動 將打造出堅定的社會關懷力量 大野新聞 陳一貞 蕭鴻樹 高雄報導 敦親牧林的場景來看到的是 馬來西亞志工的災後慰問 在吉蘭丹州有一座村莊 日前發生了火災 一共燒毀了七棟的房屋 此季志工在災後不只前往勘災 也發放了慰問金給受災戶的家庭 濃濃黑煙直竄天際 這場大火發生在馬來西亞 吉蘭丹首府的一處村子 期間名宅被燒毀 有八個家庭失去家園 此季志工接獲消息 藍天白雲身影 立即前往災區勘察 由於火勢猛烈 受災居民只顧逃命 什麼東西都來不及收拾 志工隨後發放慰問金 安撫居民無助的心 雖然我們是佛仁 佛仁 但是我們師父 師父 祖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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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火災無情 人間有愛 志工即時深圓 幫助受災居民生活無厚苦之憂 大愛新聞支持米志工 王永慶 柯宇杰 徐寶平 曾玉石 馬來西亞報導 一起關心今天下午的天氣狀況 首先看到的是苗里以北地區 最低溫15度 最高溫有21度 降雨機率是偏低的情況 繼續看到的是在嘉義以北包含中部地區 最低溫是16度 最高溫可以來到22度 同樣降雨機率也比較低一些 南部還有東部的部分 最低溫是17度 最高溫可以來到25度 天氣還算不錯 離島部分最低溫是14度 最高溫有20度 以上就是今天的大愛午安新聞 感謝您的加入 接下來請繼續收看大愛劇場草山春輝 我是林柏欣 我們再會